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新春酒会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在致辞时表示 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是所有真正关心香港,爱护香港的人的共同心声,共同期盼和共同责任 一家人之间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决 洛惠宁说,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严峻考验 去年6月,香港爆发修理风波,旷日持久的社会动荡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管制团队及香港警队克进职守 止暴治乱表现出非常实气的非常勇气 爱国爱港同胞,齐心协力,护法治,反暴力,彰显了香港社会的正义力量 洛惠宁认为,今天的香港还没有完全走出困局 但没有力量能阻挡一国两制事业的步伐 从南海小渔村到国际大都市 香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 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制度探索 一国两制在事件中也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我们要看清历史大事 保持坚定信心 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香港一国两制事业的步伐 新的一年,香港如何再出发 洛惠宁说,鉴于目前香港的局势 止暴治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洛惠宁强调,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 是所有真正关心香港,爱护香港的人的共同心声 共同期盼和共同责任 一家人之间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决 让我们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 发挥好一国两制这一最大优势 让我们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 守护好法治文明这一核心价值 让我们共同珍惜香港这个家 实现好繁荣发展这一美好心愿 洛惠宁说,香港青少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儿女 也是中华民族复兴,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 真心希望香港青年能树立国家观念 香港情怀,国际视野 在参与国家发展,推动香港发展中 把握自己的未来 洛惠宁表示,尽管香港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 但对于香港重回正轨,早日复原充满信心 我到香港十二天 作为香港这个家的一员 已经感受到了家人的亲切 回望过去 不同语言 不同信仰 不同习俗的人们 相聚私子三项 抛开区分 求共队 携手为香港这个家打拼奋斗 才有了今天璀璨的 湘江传奇 当前 尽管局势还没有完全稳定 但香港精神一直在 香港优势仍然在 国家支持始终在 我们对香港这个家 重回正轨 早日复原 充满信心 当晚的新春酒会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副特派员杨毅瑞等 担任新春酒会主理嘉宾 香港各界约4000位嘉宾出席酒会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